因为一旁野稀酒会坚持整治 导致以下大雨 稀水暴涨后都会溃流到 头四十九之一线田东路上 等大雨过后 路面都是土石泥沙 造成通情上的危险 日前经沉寝此情况后 仙院蔡萌尔也与 县府人员乾隆会堪 我们感谢我们管政府 和蔡萌尔议员 来关心我们蔡萌尼 这条四十一线 因为一边有一条没位卡 因为没有整治 造成每年房间期间 大雨来的时候 就是冲来我们大楼 造成我们产业里面 你出入在这里 容易发生危险以外 也没安全你知道吗 在这里很感谢我们 管政府和蔡萌尔议员 来关心这十几年 不再解割的问题 想一个有的大楼 更完善的 来解割这个 县卡冲来这个问题 看到现场路面 土石泥沙遍布的情况 县院蔡萌尔也认为 也是的确要来做整治 探购 让民众通行安全更有保障 现院蔡萌尔也请县府要 紧速规划相关的整治工程 有效避免吸水暴涨后 连带夹杂土石 溃流至路面的情况 让民众有安全的道路可以通行 要直接拜託 拜託我們的縣政府 一定要趕緊來 讓人民 我們的鄉親 我們的市長 每天要經過路 一定要有一個安全的道路 希望觀眾 這個壓力也一定要整體 也是他也要看 要用一個擋土墻 要把它打起來 不要讓土石持續的往下 衝到這個49直線 造成人民 我們的鄉親在過路行走當中 都會相當的不方便 議長和尚鳳認為 此條也是所產生的問題 會對地方環境造成隱患 也希望後續縣府 能夠緊述規劃工程進行整治 才能夠保障地方環境安全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導